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以及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新事件背后 使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到 这些事件背后的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很期待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全民的支持 当这个国家的民众愿意支持独立媒体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访谈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议题 我想现在如果是在这个上学的同学 这个大概目前就是一个暑假的阶段 可是在今年大概五月左右呢 疫情这个升高的非常非常严重 那每天大概都有好几万人 确诊的这个消息 所以在大部分的学校里面 因为由大学自主 他们大部分都是决定改成线上的课程 不过其实相对于大学而言 我们的高中国中国小 特别是国小国中的这些同学呢 他们其实每天都在等待 到底是要做线上课程 还是要回到家里面 做线上课程还是要在这个时期的上课 所以其实对很多的同学或是老师 那特别是家长可能都产生了一些些的困扰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就要从疫情的这样的一种停课的状况开始谈 要来谈谈在台湾的这个疫情期间 家长他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当疫情来了 很多的这种产业都需要有一些补贴 都需要一些津贴 可是对于家庭我们的政府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政府 他怎么去做这种所谓的家庭相关的协助 现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中正大学社福系的副教授 王书云他同时也是妇女薪资的董事 书云你好 嗨管老师好 我想先请教这个书云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在一开始 开始就已经谈到在整个的这个疫情 特别是在今年的五月的时候 这个疫情突然间升高 那很多的学校 我觉得我们大学还好 因为大学其实大分都进不住在家里面 所以怎么样上课对学生的家庭 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扰 可是在中小学 特别是小学这个阶段 到底要不要上课很多的家长 事实上都是有一些很麻烦 就是在你们自己的接触的个案的过程当中 这些对于家长的曾经产生什么样一些困扰呢 好 今年五月的这个这波疫情 其实跟去年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多的 去年因为是升三级 但是今年采取的是共存的策略 对 那共存的策略就导致各县市 其实他们到底要不要停班停课 其实是采取不一样的方式或策略 但是对台湾来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双工作的家庭 就是爸爸妈妈其实都在工作 对 那甚至于有些家长他可能是跨县市的工作 比如说他可能居住在新北市 但他可能在台北市工作 或他可能在桃园市居住 但他工作可能在台北市 所以跨县市的他们的因应策略如果不一样 其实这也会对家长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第二个其实蛮重要的是国中小 尤其是国小以及国小以下的 他们在这一波全台湾里面 他们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疫苗保护的这一群人 导致于 而且他们其实在很晚近才开始打疫苗 对 所以在这一波五月疫情上升的时候 非常多的家长其实一方面担心他们会染疫 但是他们也担心 如果今天他因为要在家照顾小孩子 导致于他没有办法进办公室或是工作的话 他也会担心在工作上会不会他有没有足够的假 以及我们现在非常多的假都是无薪的 如果他要去办公室那小朋友谁来照顾 以前我们非常多的国小的到或者是学龄前的小朋友 其实某种程度可能会靠爷爷奶奶照顾 但是在疫情的时候 中高龄的爷爷奶奶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提供 必要的照顾 使得非常多的核心家庭跟双工作家庭就面临到 我到底要是担心小孩的疫情为主 还是我要把我要担心我的工作 如果今天我选择在家 那我可能会没有薪水 或者是老板可能会觉得有小孩的家庭非常的麻烦 或者是同事可能会觉得他们的工作量又增加了 所以非常多的家长其实是在究竟是要保护小孩 还是要工作这中间遇到了非常多的冲突跟两难 的确我们看到在这过程中 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的状况不太一样 特别或者是甚至可能会产生某种的城乡差距 或者是他是一个核心家庭 或是隔代家有的家庭 或者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小家庭 其实他的状况都会不太一样 可是如果从一个防疫的角度来看 就是那为什么不直接干脆说 那小朋友全部在家里面 这个这个线上教学就好了 那如果你还要让他们到学校来 然后老师也是麻烦 老师也会怕 当然除了会担心自己也会懒疫 可是如果在这里突然间疫情的 这个小朋友的传染扩散 那个其实是更麻烦的 所以当然面临到两难 面到这种抉择 可是政府可以用比较 决断性的这种做法 就是好 我们以防疫为优先 还是要以这个工作产业为优先 假设我们要用防疫为优先的话 那就那就回到家庭里面去做 这种相关的这个 这个线上教学 不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吗 如果考虑的是防疫的话 好 今年的确就是跟去年升三级 很不一样的地方 在今年采取了共存 当然共存的这个策略 一部分是为了 已经有非常多的成年人 其实打过疫苗 所以某种程度他可能有保护力 那再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 就是对政府来说 维持一定的经济发展 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 可是我觉得在采取了共存 这一波的时候 经济发展它可以累积资本 其实某种程度是因为非常多的人 在提供重要的必要的生活维持 例如照顾小孩 例如维持交通 例如警销 例如医护 如果没有这些人贡献他们的劳动力 在提供非常多必要支持性服务的话 经济发展其实是困难的 那这一波共存 当我们决定说 整体的社会或是政策 决定要以经济发展为优先考量 在的时候 其实他们忽略了 这些从事必要性工作的人 支持性工作的人 比如说家长为了要照顾小孩 他的所得可能有所损失 对或者是其实非常多的警销医护 为了要让这个社会的疫情不要扩大 其实非常多人都在加班 或者是人力非常的紧绷 那当我们在维持台湾的经济发展的时候 我们的政策好像比较忽略了 这一群在提供必要支持的人 如果没有他们 其实经济发展也是困难的 所以这个必要支持的人 就是你刚刚谈到的这些 从事公共服务的这些人 那有没有可能这公共服务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是另外一种政策去做处理 而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商家 或是一般的企业 他们的处理的方法有不同 就是变成是双轨 这是一种可能性吗 当然当然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 目前的纾困政策 就是政府可能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某一些产业他可能会在所得上受损 所以我们的纾困的确针对这一群产业上会受损的 不论是雇主资方或者是劳工 其实都有提供了必要的补偿措施 可是在这些补偿措施里面 我们却看不见家长其实也承担了非常多的 必要性的照顾工作 怎么说 就比如说如果因为小朋友停班停课 或是在家上课的时候 家里必须要有人照顾这些小孩 就其实刚管老师有提到 大学我们不用这么担心大学生 因为他可以自主在家里生活 他可以使用器材 他可以自己吃自己穿 可是对于非常多 尤其是学龄前的小朋友 或是国小的小朋友 我们台湾的儿权法其实规定在六岁以下不能独留 所以当他不能独留的时候 家里必须要有一个人是陪伴他 或者是跟他一起上课 那这一个人为了台湾的需要 如果这群小朋友到了学校上课 台湾的疫情有可能因此扩散 对那这群家长 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孩的同时 他必须牺牲自己 对对对 但他同时也为了社会的控制疫情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但是我们在补偿措施的时候 却没有看见他们对这个整体社会的重要贡献 我们觉得他作为家长 这好像是他应该的 但我们疏忽了他在作为家长的同时 他其实也是劳动市场上的一个劳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其实在照顾小孩 其实也是在照顾社会 就是我们想说 我们不要保护别人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事实上我保护我的小孩 是保护我的社会 不要去染疫 可是他其实同时又是一个劳工 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领到薪水 可是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会不会搞得很麻烦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要照顾小孩 每个人都照顾家庭 你自己要去承担你自己家庭的这些劳务 你自己小孩 你本来就要去爱护 总不能让政府所有人都去做补贴吧 那政府哪有那么多的钱去做这件事情呢 好 对 光老师其实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照顾 不论是照顾小孩或照顾老人这件事情 到底是谁的责任 那对于对于整体的社会来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小孩是你生的 老人可能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照顾小孩照顾老人 好像是家庭的责任 这也对也不对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从台湾的低生育率 某种程度也可以来回想 如果今天非常多的年轻世代 看到了这一群家长 因为他要照顾小孩子 所以使得他在工作上 可能需要非常多的请假 而所得受损的时候 对年轻世代的影响是什么 当我看见了这群家长 因为生了小孩 必须要在工作职场上 受到这些歧视 或是所得损失的时候 我可能会习得的是 那我尽量 不要成为这个照顾者 而我成为在劳动市场上 被老板赏识 被同事敬重的一个工作者 为优先 因为如果我成为了那个家长 成为了那个照顾者 我可能反而会受惩罚 我们其实也在眼上看到有些朋友 就有点觉得 你是要照顾小孩 那我要来上班 我要去分担你的工作 事实上这个对这些照顾者 也是一种压力 是没错 没错 就是当我们不断的在谈 儿童是一个公共财 或是小孩 其实是这个社会 未来的劳动力 的时候 那他的这个小孩 将来长大成人 他的劳动力 其实是整体社会在共享的 我们每一个现在的劳动者 小时候都是需要 依靠一个成年人 或是很多成年人来照顾我们 让我们可以长大 那长大之后的受益 其实是整体社会在分享 可是在照顾小孩的过程里 我们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我们却期待这些照顾者 自己去吸收 对 当这个社会在分配经济资源的 受益的时候 我们只看见对经济发展有益的人 我们给他比较好的补偿 可是对于照顾有贡献的人 我们觉得他是理所当然自己要吸收的时候 这对社会带来了什么启示 我尽量不要成为那个照顾者 那这样子将来我们就会越来越少的人 希望主动成为照顾者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嘛 这个社会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候 我们可能生病 我们可能要照顾小孩 我们可能要照顾长辈 照顾或是依赖其实是人 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 也是这个社会可以维持的一个 很重要的特色 这个社会可以团结 就是需要这群人 可是我们在分配经济利益的时候 却没有想到我们应该补偿他们 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 整体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看 或是整体社会成员 在这个社会体系里面的 各种不同的组成方式 或是贡献来看 每一个人都是有贡献的 即使在家里面照顾小孩 他也是对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可是在这种所谓的关键的时刻 或是在危急的时候 王老师的意思是说 这群人相对之下 是可能会被牺牲掉 或者是说 那就是你们家的事情 那我们政府要做很多 更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他可能会在 现实上面的两难 例如说国家整体的预算 或者是整个台湾的 社区照顾体系也好 或者所谓的公共照顾体系也好 他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待会再来针对部分 来做一些 像进一步的这些讨论 不过回到一个现实的政策来看 就是政府也不是完全 没有在考虑到这些事情 他还是有所谓的防疫照顾架 可以告诉我们防疫照顾架 目前的这些政策的做法是什么 那这些防疫照顾架 难道没有办法去解决 刚刚你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吗 好 防疫照顾架 其实他肯认的是 的确这些家长 可能需要一些假期 来从事照顾工作 可是他并没有 防疫照顾架 无薪 所以对家长来说 防疫照顾架是无薪的 那那个价是怎样 是你可以休假 但是没有钱 对 你可以休假没有钱 所以这个释放的讯息 就是照顾这件事情 我给了你时间 让你可以从劳动市场上 可能有几天是可以休息的 可是你没有所得 所以对家长来说 他要面对的就是 我可不可以承受得起 因为照顾小孩 而来的所得损失 那我们也可以去想 政府的所有的纾困补偿 其实他都在补偿 劳工或是资本家 因为疫情的影响 有的所得损失 但是当我成为一个家长 为了要照顾小孩 我有所得损失的时候 政府却觉得 这是家长自己的责任 所以其实我们在谈 补偿的时候 有一个蛮重要的前提 有几个重要的前提 一个就是 这个损失是不是 克责于个人 比如说是因为你 工作不努力 因为你的疏忽 而导致了这个错误 但疫情不是嘛 就是家长要照顾小孩 这件事情 不得克责于家长 那第二个就是 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大 那疫情对台湾的 所有还没有施打疫苗的 年幼的小孩的家长来说 这个范围的确是非常大的 第三个就是 我们可以预期它有损失 那家长的确因为 要照顾小孩 使得他可能 有部分的时间 没有办法工作 对 所以这些都符合了我们所谓补偿性措施该有的前提 不是克责个人 范围非常的广大 而且预期有损失 并且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对社会整体是有帮助的 对是有贡献的 可是这个成本 确实要他自己负担 对 那我觉得这是防疫照顾价 当我们有纾困措施的时候 我们的确看见 经济发展上有人因此受损 所以整体社会拨出预算来 给那一群在经济上受损的人 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对于整体社会来说 是有损害的 但我们为什么不是用同样的逻辑来看 这群从事照顾工作的人 他的损失 也不能克责于他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比较简便的做法 例如说我们每一个 我们的劳基法或相关的法会 当然都有所谓的年修特修 我们可以把这个年修的时间稍微拉长 我们年修或特修的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领薪水 但是这个年修跟特修 我们就是比如说在疫情期间 就把它可能是10天20天 我们可能让你变成是30天 这有办法去解决吗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那如果是这样解决的话 那个成本是负担在雇主的身上 那国家也会 也许会说 我就没有钱 我已经在防疫的时候 已经花了这么多的钱 光是那些实名制的简讯 其实也是蛮多钱的 就是接下来 我比较更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哇这个防疫 这个疫情过后 国家的财政会不会出现很大的困难 那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是要可能到未来长远的 这个财政的规划吗 所以会不会变成是一个政府 他不得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一部分是考到自己的财政 另外一部分 如果把这些成本转嫁到这些 企业组的身上 企业组应该也会反弹吧 好 管老师提出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先回答财政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担心 政府透过纾困这件事情 导致于财政上吃紧 他其实涉及到我们有没有长远的来看 政府的财政的确是因为 要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劳动市场 对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断的释放讯息说 我成为一个照顾者 将来我的经济或议会有所惩罚的时候 我就不会想要投入生育工作 OK 生养育工作 所以我们未来的劳动力 其实现在劳动力就很吃紧 所以是我们在谈少子化的问题的因素之一 对 少子化当更年轻的世代看见了 我要成为家长 我要负担这么多 大家都觉得生小孩养小孩 好像是我的责任 那为什么我还要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即使我很爱小孩 即使我很希望我成为家长 我都要先安定我自己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 那这样子我只会一直不断的延后生育 对台湾未来的社会发展也是不好的 对 所以如果我们短期上来看 好像这个补偿措施 是一个对政府短期的财政不够好的措施 的方式 可是长远来看 他其实是在投资这个社会 让下一代可以清楚的看见 国家是真的愿意跟所有的年轻人站在一起 共同来肯认 照顾也是一个值得经济分配的工作 他的确也是一个重要工作 让年轻人可以安心 对国家是有信心 是 对我觉得这样子来去看财政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刚刚管老师有提到 如果我们不用防疫照顾价 那我们是不是有别的措施 的确其他非常多的国家 他们可能在这些疫情的时候 他们不一定用防疫照顾价 那为什么 其实假期或是时间权益这件事情 在福利国家制度里面 他就是人民的某种去商品化的制度 意思是说 我在透过进入劳动市场 赚取我的薪资所得的时候 国家透过政策某部分的肯认 每一个人除了工作 有其他的生活领域 比如说我可能会怀孕 我可能会生病 我需要一些时间可以去休息 我可以会进求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病假 我们可能会有生理假 我们会有特休 这些的目的都去肯认 人不是只是一个工作的机器 对我在劳动的时候 我想有一定时间的 比如说我们的工时上限 也是为了保障 每一个劳动者有足够充足的休息 对 以及他跟家庭生活的时间权益 也就是如果我们本来在 劳动的这个相关的假期 他本来就做得够好 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有一个 叫做防疫照顾价 再来去做这一种补偿性的措施 那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是 这个很多的OECD 或很多统计当中 我们是工时非常高的这种国家 那即使已经经过了一休的 这种所谓的改革好了 它的问题还是依然存在 所以变得是我们要休假这件事情 好像是一个特别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特别的经费 去来补贴这样的状况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问题也许就不是那么的严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涉及到 刚刚谈到的一些经费的补贴的问题 它可能跟社会结构是有关系 例如说如果我们的社区照顾做得很好 如果我们的邻里的关系是做得很好 如果我们公共托育是做得很好 也许这个问题也可以稍微解决一点 那当然也会涉及到 我们照顾者通常都是女性 而女性她其实在整个劳动市场上面 在疫情期间 她可能受到的冲击 相对之下于男性而言 她可能是更大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教育部今天也宣布了 纾困四点零方案 其中有两百二十亿会运用在 孩童将停防疫补贴 只有家里有国小以下的孩童 国高中五专前三年升障身 每名孩童是一万块钱 由监护人准备自己的金融卡 还有孩童的健保卡 可以到孩童家庭防疫补贴网 以及ATM来领取 十五号就开放 开始请礼 疫情三级警戒学校停课 不少父母请家在家照顾孩子 为了减轻照顾负担 六月十五号起国小以下孩童 国高中五专前三年升障身 由监护人准备自己的金融卡 和孩童健保卡 免提佐证 可到行政院孩童家庭防疫补贴网 及实体ATM领取 每名孩童一万元 如果家里有两个小朋友的 你要记得带两张小孩的健保卡 因为是一卡一人 教育部说明家庭防疫补贴 没有排除条款 只要监护人就能提领 但若监护人信用破产 没有金融账号 或是育幼院的孩童 又该由谁来领 这些小朋友 他是由别的 这些包含可能是园 等等挂名来做照顾小孩的话 那他没有办法 透过我们现在ATM 或者是线上来领取 那我们后面会有一些实体的协助作业 透过学校或其他方式实体协助 教育部将再公布细致作业 而私幼与准工幼 自设厨房与团山业者 补习班留留学服务业 以及运动事业从业人员 业者只要符合纾困资格 可线上申请补贴员工薪资 和营运成本 五到七月间 每名员工最高补助四万元为限 其中有一个条件资格 就是他得要正常支付教职员工 全额薪资 这一次对于员工的薪资 认定上都是以本国的全职员工 所以不会包括那个用死薪 或是临时的聘雇人员 若大学生本人或家庭成员 五到七月经济受疫情影响 教育部比照去年提供紧急助学金 和每月一千二到一千八的租金补贴 透过学校核实发放 而除了家庭防疫补贴 其他补贴都从六月四号开始申请 简小卫沈志明台北报道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来自于全民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做的报道 可以做得更多 更深入更好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你可以分享我们的讯息 让更多的人看到在这个社会里面 有各式各样的议题 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访问了王书云王老师 来跟大家谈到在疫情期间 整个国家在有关于家庭照顾上面 他的一些措施 而这些措施上面有什么需要 在做调整的地方 我们接下来也要来请教王老师 我们要更深入来谈 这个其他国家他的做法是什么 以及在台湾所面临到的这种 特别是女性在劳动市场上面 所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而女性通常在这个防疫期间 又担负起很庞大的家庭的责任 那他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该怎么办 王老师你好 嗨 王老师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也跟我们做了一些分享 也许我想要再继续谈 我们往这个其他国家做法的 这种可能性的做法来看 就我刚刚谈到 也许我们可以把那个休假的形式 去做一些调整 稍微更具体谈 例如说我在上一段节目 你提到说用特修 那也许我们反正我们有一些像 这个传染病防治法 或者是这个最近的一些相关的法规 他不见到动劳动法规 他其实只要去在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 这个跟疫情期间 这一些相关适用的法规 他就可以去做这些调整了 就是例如说我们把 疫情期间特修的时间把它拉长 然后一样是由这个雇主 他可能要去部分 那当然政府愿意补贴也是很好 那这会不会是一种可能性 那其他国家你也可以谈到 你刚刚也谈到说 他们其实的假期的 相对于他假期本来比较多 所以对他们来讲 不需要把他用一个比较特例的方式 来去处理 那也会让这个国家的民众 他其实就用自己的假去修掉 也就好了嘛 那我们有可能用这种方法去处理嘛 好非常谢谢管老师 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关键 就是说其实现在非常多的家长 因为防疫照顾家是五星的 所以家长通常都会安排 先把自己的特修修掉 对因为特修是全新 对特修也是你在工作上被赋予 直接可以使用的法定的权益 好可是台湾的特修 其实相对于非常世界上非常多的国家来讲 我们的特修是比较短的 尤其他又涉及到你特修的长短 其实跟你在工作职场上的年资是有关系的 最后提到就回到我们刚刚说 如果我是一个年轻时代 我的特修价可能比较短 因为我的年资比较短 但是他的小孩可能正在成长 他正是小孩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需要特别照顾的时候 但他的特修又比较短 所以他可能需要其他的组合 那对于其他国家有一些不同的组合 比如说有些国家 他的育婴价是可以到八岁或者是十二岁之前 育婴价到八岁到十二岁 对但他可以是弹性的使用 就他不是一定要六个月都请完 他可以是一小时计 以半天计 或是一天计 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弹性的安排 因为他们其实明白 有一些在家里面会发生一些意外 或者是有一些需要 比如说可能学校有毕业典礼 家长可能需要去参加 可能小孩子需要打预防针 可能就算他送托给保姆 或者是托婴中心 可能也会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很流行 肠病毒 一放假就是要起一天 所以我们可以用 日临假来作为一个弹性的组合 我到十二岁或八岁之前 我可以弹性的是家庭的需要 做各种不同的组合 只要加起来的假期时间长度 是一样的 这样就好了 对 可是比较可惜的是台湾现在的运营价 还没有这样子弹性的运用方式 对 所以我们现在新修的法令是可以 最短就是一个月 搭配五个月这样子的方式 对 那再来就是我使用运营价的时候 我还是有所得损失 不像特修是全新 OK 对 那可能非常多的国家 它的运营价是 比如说七成或八成 台湾除了所得替代率 目前是八成之外 我们的对劳工来说 它有个投保上限 45800 所以今天如果我是一个月薪八万块的家长 当我使用运营价的时候 我就有所得损失了 对 它就不像是特修一样 所以我仍然要面对 我要照顾 还是要所得的这个 但是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 对对对 它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它不是一个全有全无的这种 所以对于运营价来说 台湾目前就是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弹性 以及它在所得损失上也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 有些国家也会使用家庭照顾价 那台湾的公务人员 的确是有家庭照顾价 而且是有新的 可是我们的劳工也有法定的家庭照顾价 但他无新 所以就跟我们这次的防疫照顾价一样 对劳工来说你可以请这个价 可是你有所得损失 所以对劳工来讲 就有一点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权利 或者甚至于它会变成一种 企业福利了 我成为军工教 我拥有了这个 而不是所有从事照顾者 都应该被肯认了一个公民身份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台湾这些相关的假期 其实可以趁这一波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他们有非常多 譬如说台风 对 他们也常常需要面临到这样子的挑战 我们家里到底谁要请假 那请假之后 我还有没有足够的假期 那就算现在台湾的家长可以使用特休 大家也不要忘了 特休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让这个劳工妥善的休息 让他有休闲生活 让他可以去进休 就是他本来就不是要来照顾小孩的 对 他不是用来 他是来跟小孩一起玩的 是没错没错 所以其他的国家才会透过育婴假 家庭照顾假 这些方式来去肯认有照顾需求的人 那他们在育婴假的这个放假的天数 是跟台湾一样的吗 还是他只是比较弹性而已 放假的天数也是世界各国都不太一样 就是台湾就放假的天数来说是OK的 是OK的 对对对 我们的所得替代率目前是八成 在国际比较上来讲 看起来也蛮亮眼的 可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天花板 OK 对 所以它导致非常多的家长 缺步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军工教的我们 军工教的薪资其实分两层嘛 我们有本缝跟专业假期 所以你在请运驾的时候 你只能用本缝的八成 那对于非常多的家长来说 其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所得损失 对 所以其实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假期 可能它的弹性化 或是它的整体来讲 它的价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它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也会使得在一旦遇到的 这种所谓的天灾人祸 这种比较全国性的警戒的状况的时候 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困窘 那这也是一种压力很大 所以这个也会让政府 在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它突然间手忙脚乱 它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期待说 你要这个重新的分配啊 或是干嘛 这个对它来讲可能一些困难 可是如果在一开始的基础就好 这些问题可能就不会是那么的严重嘛 对对对 那其实非常多的民间团体 或是妇女团体 或是社会福利团体 其实不断的在呼吁 就是台湾已经走到了一个 我们必须要去 它背后还是有一个关键 我们社会有没有肯认照顾是一个 需要整体社会共同来支持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需求 对 那如果我们整体社会肯认或看见 照顾这件事情 不是个别家庭的事情 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里面 或多或少都会遇到 不是只有照顾小孩 我们可能也会照顾长辈 对 或者是我们可能人生 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生某些离癌的意外 或者是车祸 生病 对 人的一生其实常常都有可能 面临到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的家人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一段 我不用担心我请了这些假 因为我旅行了照顾这件事情 我想要照顾我的家人 而使得我丢掉了工作 使得我从此就得要离开职场 没有办法实践我习得的转业 那我觉得这是台湾社会某种程度 到了这个阶段 可以透过疫情来让我们好好的去反省 这个社会是不是太轻忽了 照顾这件事情 对整体社会的重要性 这个让我想到 当然可能是比较远 就像我们在早期二三十年 在谈到无障碍空间 无障碍设施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是说每个人都会遇到 每个人都会用 他不是只有特殊的人 他才会需要 因为每个人他都会有 他身体上面不舒服的时候 他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福利 休假恐怕也会是这样一种概念 好那当然除了谈到这种 其他国家这种休假的方式 跟可能性之外 其实我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 也提到说 如果我们自己的 包括社区照顾可以做得很好 那爸爸妈妈还是可以安心的去上班 那但是他家庭的这些其他成员 或是社区的成员 也许可以成为一个防护网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是 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社区的组织 但是其实相对之下 都是比较在照顾长辈的 他的那个能动性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强 然后这一种所谓的社区托育也好 或是公共托育也好 或是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小 不是那种所谓的小朋友很小的小孩 可能也许是所谓的国小 或是甚至某种的国中阶段的 这些所谓的 透过社区照顾公共照顾的状况 好像也是那么的不足 这会不会也是现在台湾面临到这个问题很困窘的一个原因 当然没错就是台湾 我以两岁以下的小孩为例 世界各国就是家外送托的比例 可以高达就是 百分之三十四十或者甚至于七成八成都有 可是台湾目前大概就是百分之十五 到百分之对 十七 那差距很大 对 差距非常的大 那百分之十五的意思是什么 我有一百个两岁以下的小孩 只有十七个是可以送托的 那剩下的怎么办 其实我们的台湾的长辈就是野奶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觉得这也是这一波疫情里面 因为长辈没有办法如以前所预期 因为长辈在这波疫情里面 他们可能也是需要受到保护的一群人 对 使得台湾 台湾有一些结构上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的核心化家庭越来越多 对 所以家长他没有其他的外援 他必须要自己去面对 或是自己去分配 我们到底谁要来照顾小孩子这件事情 但是的确就是如果我们的公共托育 够普及的话 对 这一波的停班停课 或者是小孩子必须要回家上课 政府其实也有留了很大的弹性空间 如果真的家庭觉得有需要 还是可以送到学校 学校可以安排其他的处理 但我觉得在这一波里面 政府也只有说保留了这样子的弹性 可是如果要因此加班 或者是必须要到校的这些老师 那政府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 比如说防疫的工具或者是设备 或者是如果这些必须要到校的老师 他自己也有小小孩需要照顾的时候 那他怎么办 就是我们在整体考量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看见 每一个人有可能是工作者 也有可能是照顾需要 的确让比较弱势或是家庭有需要的小孩 到学校是一个重要措施 可是要照顾他们的这一群人 有没有受到妥善的安排 医护人员 社工人员 老师 警销都在做这些非常重要的防疫工作 他们也可能有家庭的需求 那政府有没有妥善的支持他们 还是只呼吁他们要出来为台湾的社会 就是整体的牺牲奉献 不过这的确是一个 我们会看到很多都是在一个道德上面的呼吁 可是道德没有什么问题 也是应该要做的 可是那个道德背后的那个支撑 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去提到的 或者是要思考到的部分 我们刚刚也提到的是在防疫期间 其实我们看到失业的问题 其实是蛮严重的 那当然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其实一部分可能是劳工 但是她同时也是一个家庭 非常重要的一个照顾者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在女性的这种 似乎在失业跟减薪的情况 好像比疫情的 跟男性比起来是比较多 然后她的普遍性 好像也看起来蛮显著的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这些 这些妇女或者是性别 她们会有 这些妇女或是女性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于照顾这件事情 又会什么样的冲击呢 其实照顾这件事情 是高度性别化的现象 就是说在台湾整体 还是会有某一些刻板印象 比如说觉得 女性是比较有能力 可以照顾小孩或安抚小孩 那这些文化上觉得 这是好像是女人该做的事情 女人可以外出工作 但她可能要先把家庭照顾好 这是在文化上 我们可能还是会觉得 照顾好像是一个 刻板印象上 觉得是一个女人的专场 女人比较会做 第二个结构上的是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家庭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人 回去照顾小孩 理性选择上 那个人一定是薪水比较低的人 如果我们要减少家庭的 所得损失的话 那在我们现在台湾整体的社会来讲 女性好像还是跟男性 有一个薪资上的差距 对 因此如果我们今天 把它视为是一个经济理性的时候 好像都是女人请孕孕假 因为所得损失比较少 她的薪水比较低 所以她要优先回家照顾小孩 那这都都会逆向的 惩罚了这个作为照顾工作的女性 对 也因此有非常多 当越来越多 当女性是优先被视为该回家照顾 或是得要回家照顾 那反过头来 职场上的老板可能就会看到一个女性的时候 好像就会想到她的背后 她会不会有一天 她会不会随时要回家去照顾小孩 对对对她会不会随时要回家照顾小孩 那我要投资她吗 那我升迁的时候要考虑她吗 这些都是我们在说职场性别歧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看到的女性可能就会想到她会不会将来会怀孕 她会不会要照顾小孩 她会不会要回家照顾长辈 但是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想 每一个小孩的诞生 她有可能就是有两个家长 不论是同志或异性 对那如果我们异性恋来看的话 其实爸爸也是一个家长 可是当他在处理照顾工作的时候 好像就被视为是她应该要先负担起养家的责任 而照顾的工作好像是女性比较擅长 或女性应该要去做的这件事情 对这都会导致工作跟照顾的性别化 回过头来在疫情的时候 女性受到的不论是就业上的冲击 所得上的冲击 或是回家从事照顾工作 对她来讲都是损失比较大的 我们会谈这个话题 其实一部分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就做了很多跟疫情相关的讨论 另外一部分事实上跟书云老师之前 在公库有一篇文章是有关的 就谈到这个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这个概念 但是你似乎觉得在疫情期间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政策 或者是当时的选举政策 跟我们现在有很多实际执行的做法当中 它是存在的一些冲突跟矛盾的地方 也就是你觉得蔡英文总统 在选举前谈到零到六岁国家一起养 那但是回到了一个现实的状况 这样的一个政策 有什么还需要再去做补充的地方 或是他真的有落实到这样的一个精神吗 好 其实零到六岁国家养 他背后想要彰显的一个重要的价值 就是零到六岁的小孩 他其实是一个 是公共财的概念 就是他不是只是家长的责任 国家愿意拨出某种程度的经费 跟国家愿意部件服务 让这一群生养小孩的家长 可以受到某种程度的肯认 跟支持他们可以进入劳动市场 对 可是当疫情这个 看起来是意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好像国家就认为 我又把肯认零到六岁是公共财这件事情 先暂时丢回了家里面 这是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如果今天我要做补偿 我的疫情要做补偿的时候 如果我的财政有限的时候 我们的主政者就会觉得 我在分配的时候 优先去肯认生产 而不是再生产 他其实就凸显了生产跟再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时候 我们国家没有同等的重视 对 所以什么时候零到六岁国家一样 当成平的时期 好像国家愿意拨某一部分的财政 来去支持这一群家长可以送托 或者是支持你可以有孕驭假的时间权益 可是当他有意外风险的时候 政府的那个优先顺序 好像又让我们看见了 照顾是赐予经济发展的 所以国家好像觉得要先顾好生产 而先放弃再生产 正生产这件事情好像又被丢回了家庭 对 那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时机 让我们不断的来去检视 照顾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个人可以完成的 或是照顾这件事情不是家里面个别的事情 是整体社会需要 这个整体社会除了政府 其实也包括雇主 对 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也看到政府是有一些措施 包括这个不管我们同不动于防疫照顾家 或是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津贴补贴的措施 政府在这么短这么急促的时间当中 他要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在谈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段时间 好我们已经两年多了 差不多三年了 那我们要不要趁这个过程当中 看看我们现在的做法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问题它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是在整体的国家财政分配呢 或是对于所谓的家庭照顾的想象的落差呢 还是我们现有的法规有一些 可能还可以再去好好的修正的地方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这集节目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怎么样做得更好 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的检讨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书云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节目今天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